最近我在收拾工作室 发现数量最多的办公单品 竟然是人体工学椅 我看人体工学椅没有什么用啊 哼 那是你太年轻 我为什么会买那么多人体工学椅 因为腰疼 我平时工作起来 一做就是好几个小时 久做的结果就是 被自己的身体背刺 腰酸背痛到无法工作 直到2020年 我终于很下心 赤巨资买了一把传说中的 Herman Miller Embody 拯救了我的老腰 在那之后 我陆陆续续还买了很多把 不同品牌的 办公用 游戏用 屋子里的椅子 比人还多一倍 买了这么多把椅子 给不同的人来坐 我发现每个人的体验 差别都很大 用途不同 需要的功能也不一样 比如我 最看重腰背部的贴合度和支撑 但对于身高超过1米8 跨右很宽的来来来说 椅子的宽敞度也很重要 至于还没有腰痛烦恼的年轻朋友 最大的需求可能是 可以躺平 还在旧工作室的时候 我就说过我想做办公椅横平 时隔两年 终于来了 这次我又买了几把椅子 都是很多人推荐的爆款 和我已有的这些 一起横向比较一下 一共6个品牌 9个款式 定价从1000到过万不等 各个价位都有代表 这期视频就根据不同的用途 从头到脚 全方位考察一下它们 帮助大家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那一款 别紧张啊 选购椅子 要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是办公多 还是玩游戏多 办公 人会做的比较值 甚至忍不住会想要前倾 玩游戏 我们会比较想要放松的靠向椅背 办公场景下 最重要的第一个指标 就是腰背支撑 这是人体工学椅 最重要的一个特性 也是最能够拉开差距的 越贴近脊柱的生理曲线 越能帮助我们维持合理的坐姿 也就是坐直 坐正 保持脊柱处于中立位 比较常见的不良坐姿 就是驼背 或者过度顶腰 前者的终点是腰椎反曲 后者是骨盆前倾 后背有支撑的情况下 背部可以略微后痒 研究数据显示 身体后痒100到110度时 腰椎间盘所受的压力 就会有显著的减少 身体夹脚越大 就越贴近人站立时脊柱的自然状态 按照这个角度越大 就越好的理论 最好的办公姿势 果然还是 烫着 在腰背支撑这个类别里 Hermann Miller就不用多说了 我腰如果累了 坐在上面 疼痛还能够得到减轻 在其他所有椅子里 保有Profit的靠背 是我自己体感最舒适的一款 多段关节的设计是直接模仿了 人的脊柱结构 还有十对肋骨 能够很好的 贴合身体的自然曲度 活动也自如 腰段的曲度可以调节 很容易就找到最合适的支撑点 Profit的这条外骨骼 一路延伸到底骨位置 底骨是腰椎的起始点 它的形态很大程度上 决定了脊椎的弯曲程度 底骨能够稳定在合适的位置 腰曲胸曲也会自然而然的 维持在自然的生理曲度 反面例子就是ErgoMax的腰枕 稍微施加一点力就会后退 同样是分离式腰枕 金豪翼二代就坚挺多了 腰枕这个东西就跟床垫一样 最开始你会以为软的舒服 但实际上硬一点的支撑力才强 用久了 你的腰会感谢你的 除了标配自适应支撑和高度调节外 金豪翼还可以调整腰枕的弹力 是除了Iron之外 VR可以调节腰枕支撑力度的一款 喜好Vito和ErgoMax Evolution的腰枕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腰枕和背部的衔接不好 这样设计的腰枕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一个是腰枕突出 容易压迫腰椎肩盘 让脊椎曲线变形 影响脊椎健康 二是容易造成背部悬空 导致肩膀疲劳 金豪翼和网翼严选领航员的腰枕弧度 就比较平缓 鲜接流畅 坐感舒适很多 至于宜家的腰部支撑 那就是纯纯各腰 当然 靠背的舒适度和体型的关系也很大 除了Iron是直接分了大中小三个尺寸的 其他椅子都要先看椅背高度 Sale这么短的椅背 就只适合娇小的女生 对稍微大隔一点的朋友 上背部都会得不到支撑 另一方面是坐身调节 简单理解就是改变坐垫的长度 我们一般习惯坐垫覆盖到膝盖前 二到三指的位置 如果坐垫长度和你不太匹配 那可能会忍不住往前往后挪的去调整 那就打破了正确的坐姿 如果能够调节坐身 就可以适配更多不同体型的朋友 金豪翼 Sale 网翼旅航员 和Ergo Max是直接滑动整块坐垫来调节 Pofit和Embody则是通过 缩短和延长坐垫前端来调节 领航员的坐垫对我这个体型 就是怎么调都有点尴尬 它的坐垫是中间高 两边矮的馒头型 这就导致如果我坐在它的最高处 容易往下粗溜 但是如果我往更深处坐 坐垫的长度就会太长 卡住了膝盖窝 不过对于莱莱来说 坐垫的大小就是刚刚好的 我在这里放上所有椅子的坐垫尺寸 以备高度和坐垫调节范围给大家参考 刚才我们说 工作太旺我很容易不自觉地向前倾 有的办公椅就会专门做一个前倾模式 这里的椅子只有金豪E Profit和Aaron有 当我们前倾的时候 靠背和坐垫的角度会同步跟随身体变化 能有这个模式支持还是非常不错的 Hermann Miller的椅子 基本是为了办公场景而设计的 几款椅子都是没有头枕的 因为它们的设计理念 更看重给头肩部流出自由活动的空间 当然这也是因人而异的 在工作强度高的环境中 偶尔头部能靠一下 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颈椎压力 我自己在办公的时候是不喜欢用头枕的 但当我需要后躺的时候 比如午休小气或者玩游戏 就会需要一个可以当做枕头用的头枕 当枕头枕的最舒服的是Profit和领航员 最让我眼前一黑的是宜家 竟然顶在后脑勺 给头的潜移问题雪上加霜 所以我很早的时候就把头枕拿下来了 在后仰的时候 普通的扶手就会失去支撑的作用 还是要靠我手臂肌肉发力 一会儿手就会麻 唯一解决这个问题的 只有保有的扶手设计 前端是可以翘起来的 而且扶手和椅背的后仰角度是连动的 躺多深都没有问题 另外领航员 金豪翼和Profit是带脚脱的 一看就是为了办公室午睡做了考虑 就是这个抽出脚垫的动作 实在很难优雅 网易严选的靠背 能够放到至120度左右 金豪翼和Profit要更优秀一些 能到130度以上 刚才说过的Profit这个仿生脊柱设计 在躺平模式下对腰背的支撑依然坚挺 是我觉得躺得最舒服的一款 看完了没把椅子 在应对不同场景之下的表现 现在可以结合售价总结一下了 按照现在618的折后价 我们从低到高一个个看 这里最便宜的7号Vito 我买了两把 都是我刚搬完家预算最紧张的时候买的 一千不到 虽然不贵 但是能调节的部分也少 对健康的帮助和板凳不相上下 宜家的椅子 是我当时单纯因为外观购买的 也是这里面我买的最后悔的一把 它的调节实在有限 也没有什么用 我买了之后不久 有一个朋友跟风买了我的同款 果然和我一样 骂骂咧咧的就给扔掉了 你还是去当我们滚滚的猫爬架吧 也就是说 两千元以下的椅子 人体工学程度都不怎么样 两千到三千比较有希望 网易严选领航员 整体舒适度不错 没有明显的缺点 主要特点是大 头枕腰撑都超大 对体重大 个子高的人来说是不错的 就不能推荐给体重轻的女生了 后阳阻力即使是最低也太大 会没办法正常靠下去 这个价位区间里 保有Profit是我个人的Pick 因为对更在乎长期腰部健康的人来说 这种腰背部有一个比较固定的 偏硬的支撑 而且延伸到底骨 对于腰痛问题 绝对是更有帮助的 我自己如果未来工作室有增援的话 Profit会是我的第一采购选择 Ergo Max Evolution 看起来很人体工学 分这么多区块 其实做久了才发现 里面有很多陷阱 比如过软的腰拖 让人含胸的靠背 都不符合人体工学 唯一值得称到的应该就是做工 但在这个价位 其实也不突出 这把椅子之前是Ergo Max的爆款 但其实在整个列表里 我觉得它是唯一一把体验 比不上售价的椅子 然后是保有金豪翼二代 和Ergo Max Evolution长得很像 在背部贴合这一块 金豪翼二代要更讲究 腰枕是所有分离式腰枕中 支撑力度最强的 舒适度也非常到位 再加上它的调节自由度是最高的 还有一点电动功能 可以用按钮控制坐高和后仰 小细节比较加分 3000往上就进入 Hermann Miller的独占领域了 Sale、Aaron和Embody 都对健康不错 底骨、腰背支撑都很科学 预算不设限 它们都能堆得起你的腰 剩下的就看偏好了 就结论来说 应该没有很多让人意外的地方 最贵的 做感最舒适 但是2000元这个价位 也有很多不错的选择 竞争激烈是性价比的sweet spot 具体选哪个 主要取决于体型和办公习惯 最好还是要去试做一下 准备这期视频的时候 我特地请教了我的教练 想问问专业人士 怎么避免久坐带来的危害 没想到他给我的答案是 别坐着了 站起来走走吧 我觉得 他说的对 但我做不到 很多人应该都和我一样 工作内容把我们和椅子牢牢绑在一起 所以我经常会为自己的身体健康感到焦虑 也会想办法去解决 我买人体工学椅的过程也是一点点升级起来的 从学生时代开始会买没有任何牌子的办公椅 代替宿舍的板凳 然后买入门级的黑白调 毕业了以后换了宜家 最终腰开始成为值得我注意的问题了 我才换上了昂贵的人体工学椅 对于人体工学椅经常会听到大家问 到底有没有用啊 他当然没办法让你一见告别所有身体烦恼 就像我教练说的 最健康的肯定是避免久坐加上定期运动 但是有条件买把适合自己的人体工学椅 还是比不买要好 如果久坐无法避免 那就坐得舒适一点